词曲 李宗盛 带我去小小红尘醉一下 写那句再见 让你害怕 写下路 让相逢不能拔 写月的缺乏 长宿在我他 写风沙 吹成棉花 若遗憾是遗憾 若故事没说完 回头看 梨花已落千山 我只想听过 你说的喜欢 神情 只好 欠他 我只想听过 我只想听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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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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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请让殷雪 重回师妹 你决定了 是 你在暗和宫多年 要像重修仙道 只有经过一百年的严寒 才能使兵成为你的骨 血成为你的肉 而如今要重回我派 势必要先废掉你一身的功力 这同处 只怕你承受不住啊 我可以 即使 你入仙道 只怕 也无法左右天命啊 我可以 可以再见到他 飘渺仙道 无情无欲 你执念于他 只怕日后 要受天衣钱 无恕 第四 吕 月 一 月 月 月 这就是洛阳 京师 这里 也是江湖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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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四四姑娘送过去 是 去那边 好 好漂亮 来来来 大家站成一队 我们品花楼并非寻常的青楼 我们也不接待寻常的客人 你们为什么来品花楼呀 说说看 你先说 大娘 我家境贫寒想多挣些银子 贴补家用 碧儿 是 谢谢大娘 来 你是为了什么呀 大娘 我也是因为城需要银子 所以谢谢你们俩请回报 下一个谁说呀 来 你说 大娘 我父母双亡 就连唯一留下来的弟弟也患了重病 急需要用银子 求求你 让我留下来吧 碧儿啊 在 多给他拿点银子 是 谢谢大娘 回去好好照顾照顾你弟弟 是 给 你呢 我娘前日 突然染上了恶极 不治身亡 我家道贫寒 无银子下葬 大娘 求您收下我吧 我什么都会做 只要能葬了我娘 我做什么都愿意 就剩下最后一位了 你不用跪了 你是走错门了吧 没有啊 我看到品花楼宁关前 贴着要收丫鬟的告示 所以我就是来做丫鬟的 看你的样子 也不像受过苦的呀 你哪能做得了丫鬟呀 我是因为景阳才来的 景阳 品花楼名声之大 无人能及 想必成功的生意 必有机可取之处 所以我不远千里 来到品花楼 就是因为景阳品花楼的名气 而且 其实我就是想看看 品花楼如何在短短十年之间 做到名阳江湖的 有意思 既然你知道这是天下第一楼 那你说说 你跟这些女孩有什么不一样 能说服我 那我就收留你啊 这是剑瑶的茶盏 雀蛇未经三月雨 龙牙新战役之春 这些茶叶每年在种春之时 都会陷入到宫中六百余支 剩余的就会被各地大户取走 真没想到今日 会在品花楼见到 可以了 大娘肯收留我了 那你能告诉我 你熟知这些 跟我们品花楼又有什么关系吗 可以更好地知道客人的需求啊 想必来到品花楼的客人 都是贵客 他们需要更懂自己的丫鬟 好 你说服我了 谢谢大娘 起码你比那些 只会哭诉的女孩有用 那你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如歌 我叫如歌 如歌 那你以后 在这里 就叫歌儿吧 谢谢大娘 不过大娘只要我一个人吗 我看这位姑娘好像也很需要这份货 姑娘 不是我不要你 你看我们这儿 纵然挂着天下第一楼的牌子 终归是要让客人开心的地方 你整日这么哭哭啼啼的 怎么才能让客人开心呢 大娘 我看这位姑娘 大致是因为丧母 所以心情才会这么差 等过段时间 她娘下葬了 她心情肯定会有所好转 而且你看 这位姑娘长得又好看又年轻 想必一定会成为大娘的好帮手 姑娘 你说是不是 是 是的 大娘 大娘 你就收下她吧 拜托了 碧儿 给她俩 各支一两银子 是 你们随我来 让儒哥去陪凤凰吧 这凤凰每个月都换丫鬟 实在让我太头疼了 我看哥儿这丫头还算机灵 说不定这次凤凰能满意呢 是 多谢大娘 香儿姑娘 你把这银子拿着 快去把你娘葬了 这 这怎么行啊 没事的 反正我不缺银子花 香儿 今后 你就在这里伺候了 是 姐姐 香儿要伺候的这位姑娘姓七 姓风 叫风细细 这猪排 就是品花楼姑娘们的排名 排名 我们品花楼最有名的 就是绝色名花榜 不要以为凭这一张好嘴 就能在我们品花楼做好差事 好好学吧 是 姐姐教训的是 姐姐 香儿她不太擅长与人应付 可否请姐姐想紧清楚 她要伺候的这位风姑娘有什么喜好 喜好不清楚 不过风姑娘倒是有一个习惯 从不伺候朝中的人 再大的官也不理会 倒是对江湖中人和山谷的客人 很看重 身在洛阳 却从不伺候官场中人 实在是个怪人 风姑娘 这是花大娘指派给你的丫鬟 香儿 满脸泪痕 哭得晦气 我要这个 这人 是要伺候凤凰姑娘的 怎么 你是知道凤凰这个月的排名 押过我了 故意拿她来吓唬我 不就是个丫鬟 也值得你生这口闷气 碧儿啊 就把这香儿给我吧 多谢凤凰姑娘体谅 这明花宝 每月初一都会换一次新的 来来回回的姑娘可不少 凤妹妹 不必如此执着 下月初一 你我排名字会见分晓 若到时候我押过你 你也无需执着 实在乎 走吧 进来 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是想要赚点银子花 就是为了银子 那为何刚才将卖身的银子 给了香儿 我 无话可说了 我不比你 每个人来品花楼 都有她自己的目的 包括我 多谢姑娘体谅 不管你来做什么 既然入了我的房 那就得帮我 可是我才刚来没多久 能帮到姑娘什么忙呢 你认为 我这张脸如何 姑娘好美 比起那凤凰如何 若说起容颜的话 姑娘更胜一筹 可我却连着六个月 在排行榜上被凤凰押住 我要你在下月初一 帮我做进品花楼 绝色名花榜的前三甲 可是这绝色名花榜 我都没见过呀 绝色名花榜 就在大门外 哦 就是那块匾 对 你帮我 我就留下你 若你帮不到我 那我便叫你赶出品花楼 哥儿 你肯定不愿意刚来就被赶走 对吗 只要不做商店害理的事 又不是让你去害人 我是想 要你帮我抢那一位贵客 贵客 天下无刀城的少主 刀无侠 这天下无刀城 是武林的第二世家 能得着无刀城少主的青睐 那我便能稳坐秦三甲 好 王爷 刚有只信鸽菲蓉 是 师兄 刀无侠此人 你可有了解 有和弱点 爱好 去查刀无侠这半月在何处 将会去何处 是 刀无侠此人素来谦逊有礼 品行端着 算是天下无刀城中的清流一派 可也仅是看上去而已 须谨慎对人 她的弱点便是极好颜面 爱好应该是女人 家中夫人有十七房 哥儿 你在何处 为何突然问她 偏偏不告诉你我在哪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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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到乌侠即日回到洛阳品花楼 千里迢迢赶来洛阳 只为逛青楼 好兴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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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花楼龙舌混杂 还是让属下先去吧 我要去找小师妹 顺便会一会 那位刀少主 一个青楼女子 也竟敢理如此规矩 周大人 风细细那个人啊 她就是不懂规矩 您别生她的气 让我给您气壶好茶 今日可是有秦先生来的日子 对 今日是初一 今晚啊 吴刀成少主要来 大人此时来的正值时候 能清静地听一曲 刀公子他鲜少来洛阳啊 姑娘为何日都要用这白纱遮面啊 这男人的生性很贱 越是令他看不清你的容貌 他就越想看 怎么 你问得这么仔细 是也想日后挂牌 成为品花楼的众多美人之一吗 不是的 我只是想知道 如何才能吸引男人 那就要看你面对的 是什么样的男人了 这男人的心呢 真的是很难琢磨 这有的呢 喜欢娇羞的 有的喜欢放荡的 甚至呢 还有的喜欢冷漠的 可是我每一次出场 就只能做一种打扮 就好像赌博鸭宝一样 要是运气好 就被我押上了 要是运气不好 我就只能眼巴巴看着好客人 被其他姑娘抢走 可是为什么不真心相待呢 男人值得你去真心相待吗 好了 哥儿 你方赛不是说 替我想到法子 让我胜过他们吗 能帮助姑娘赢得法宝的人 就是后院抚琴的人 你说有琴红 姑娘善舞 但是这道无侠身为天下无刀城的少主 想必她是见过很多美人去献舞的 所以并不会觉得稀奇 但若是有那位抚琴人相助的话 姑娘的青衙 配上这琴音相和 必定会拔得今晚的头筹 不过 这位友情先生 他很难请 这天下就没有请不到的人 只要 你给他想要的东西 哥儿 姑娘可还有什么吩咐 我明明威胁你 你为何如此尽心劫力地帮我 因为姑娘长得好看呀 友情先生 你在吗 友情先生 你在吗 有情先生 不好意思 冒犯了 有事吗 我 这次前来是想要请您帮忙 请您为我家姑娘弹奏一曲 时间不需要很长的 只要为我家姑娘搬取一手就好 有劳您了 友情先生想要多少报仇 我家姑娘都可以给您 你该走了 先生 走吧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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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公子真是守时间 我们这儿的姑娘 盼了你好久 来 快请 华大娘费心了 请 请 请 哥儿 要来不及了 姑娘 刀公子已经来了 我刚才看见 还有不少人跟着他 刀无侠的胞弟 刀无痕 还有他的妖妹 刀裂香也都来了 一个女子来青楼做什么 怕是新鲜来凑个热闹吧 姑娘 快走吧 刀公子已经在大堂上等着了 华大娘已经抽好了牌子 姑娘就在凤凰姑娘之后呢 走吧 嗯 agram子都已经在帮它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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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橘色吧 你那个伶牙俐齿的丫鬟呢 要你管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主谱有什么法子 可以让你排名靠前 多谢姐姐提点 法子呢 自然是有的 有情先生 您就出来跟我见一面吧 我提出的条件 你肯定会感兴趣的 好 戈儿 不知你能不能来得及 不能的话 也只好勉励一步了 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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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七贤旗 七贤旗 没有吗 有是有 不过 你要那东西做什么 总之 是很有用的 求求你的碧儿姐姐 帮我找一下吧 好吧 那你跟我来 谢谢 来 来 各位贵宾 今晚还是老规矩 每逢初一 我们品花楼的姑娘 先后一一为大家献舞 今晚上啊 姑娘们的签全是打乱的 免得让上个月的绝色名花榜提名 好 刀公子 好 刀公子 你有何意义吗 刀抹住相随俗 好 那今日就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姑娘 这首曲子是谁教你的 吕梦远移香水阔 离魂空半月情飞 先生今日弹奏的是离魂 我方才弹奏的 是吕梦 你怎么会有吕梦曲谱 这曲谱 在百年前就该遗失了 先生 若想看的话 我可以拿曲谱给先生看一眼 只要先生答应为我家姑娘弹奏一曲 我就把曲谱拿来给先生看 你用无价曲谱 唤我帮你家姑娘弹奏一曲 是 可笑 不可笑 先生的弹奏 可以为我家姑娘带来一位贵客 如果这位贵客 可以让姑娘赢的话 那他就会让我留在品花楼了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好好一个姑娘 留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我想要请教一些事情 先生就别管我这种小人物了 先生 答应吗 我方才的请求 好 可以 好 姑娘 多安排好了 先看舞吧 凤凤公园跳舞可真美 凤凰公园跳舞可真美 好 好 好 姑娘如此不小心 是累了吗 多谢公子 什么累了 分明是有意而为 练香 比起姑娘逛青楼来 我还不算什么 不要拿我和你比 你我 都是这青楼中出现的女子 不过一个是站着 一个是坐着 有何分别 那我就让你看看 你我有何分别 什么人 快给我滚出来 玉师兄 什么时候来的 好大的胆子啊你 三辈 还请刀姑娘手下留情啊 大哥 这便是靳渊王府的玄黄 哦 哦 楼上的那位女子 是靳渊王府的荒丛 这么说 中间那位岂不是 天下无刀城刀无侠 见过玉公子 是靳渊王府的啊 走 对 这人是靳渊王府的 快点啊 来这儿 不对啊 这烈火山庄的玉子汗 既龙又雅 我这么说话 空有不敬之嫌 刀公子 说话请面对我家王爷 我家王爷 方知道你在说什么 多谢体贴 玉公子 小妹年少气盛 让公子见笑了 回去以后 刀某一定严加管教 令媒天真 不必多责 是 这青楼女子 是有些好放 刀姑娘看不下去 亦是情理之中 但凡事也得适可而知 是 多谢体贴 既然玉公子再无教诲 那我们接着欣赏 角色名花如何 刀公子不喜欢 那人真是烈火山庄的 烈火山庄 庄主二弟子 玉自寒玉公子 那他怎么又聋又哑的 那行 怎么可以背后 如此说玉公子 此处人独而杀 并非说话的地方 有话回去说 既然刀公子 不喜欢赏武 那小女就献丑 让公子赏一赏 小女的鞭法 谁鞭法 听闻烈火山庄的大小姐 善武一根长鞭 今日 我想让天下英雄 看一看 我凤凰手上的 这根鞭子 究竟有大小姐 几分功力 火灭 辣不顿 喂 拿活人做靶子 太残忍了吧 就是呀 对呀 太残忍 聪皇姑娘 且慢 刀公子有话想说 拿活人做靶子 的确残忍了些 可她是我的丫鬟 自然要成为我的靶子 如果我买下她呢 什么 买下 我说我买下她 恭喜香儿 获得无刀成少主的垂青 来人哪 准备洗房 愿你们两人结缘今晚 一日夫妻百日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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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尽情地吃喝 今晚的酒 都算我刀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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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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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愈活